每天科技新鲜事就在科技拉爆 这是半壶联合优酷科技推出的早间资讯栏目 来看看今天的焦点有哪些值得关注吧 苹果最快会在9月11日之前发布新一代iPhone手机 而跟去年一样依然是包含了三款机型 分别是iPhone XR、iPhone XS和iPhone XS Max的升级版 售价是749美元起 约合人民币5200元 苹果如果继续提高价格 恐怕不会让用户买单 所以新机的售价将跟2018款iPhone保持一致 近日中国科学家研制成功面向人工通用智能的 新型类脑计算芯片天机芯 并成功在无人驾驶自行车上进行实验 引起美国科技界高度关注 搭载天机芯的自行车 实现了实时视觉目标探测 目标追踪、自动过障和避障 自适应姿态控制、语音理解控制、自主决策等功能 这可能是最接近自主思考的无人驾驶自行车 近日NASA的过境系外行星测量卫星 发现一颗距离地球31光年的行星GJ357D 位于人类宜居区 且这颗行星与其他行星一起绕恒星运行 如果该星球存在像地球一样表面可留存液态水 因而具有类似地球的宜居条件 未来将有可能成为能够维持生命存在的超级地球 近日媒体曝光手机APP商家通过海量的虚假好评 虚增下载量数据等手段来提升其在应用市场中的排名 这都要靠第三方公司提供的刷板服务 苹果市场一条五星好评是0.8元 一个真人用户下载一次APP的价格是2.2元 而刷榜的客户中不乏一些大名鼎鼎的头部应用 据粗略统计 今年内已有十家上市公司老板被抓 分别是大智慧老板张长红 凯因网络的王岳 ST彭琪董事长张彭琪 中科新财的张伟 新陈控股的王振华 薄信股份的罗敬 ST天保董事长黄作庆 康德鑫的钟裕 派生科技的唐军 暴风集团的冯鑫 跨国研究团队声称 他们已将人类细胞植入猴子胚胎内 成功培育出全球第一个人猴混种胚胎 由于存在伦理道德一律 实验被迫终止 但是科学家在人寿杂交研究上 已经打开了新世界大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AT&T&T X